我想在整个劝募的过程中 我们希望提供给一个捐赠家属一份心安 然后对捐赠者也希望得到 让他得到一个尊重与感恩 我们报复感恩的心情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要爱人如己 生命是不会消失的 肉体是一个躯壳 当灵魂要到另外一个时空存在的时候 留下来肉体可以去创造另外一个生命 这是一个爱的极致表现是非常好的 所以生命是不会消失的 灵魂是永远存在 急救不是唯一的选择 弃绢能让器官永续生命 请大家支持器官却木 让我们的器官能够找到它的新生命 让它持续发光发热 活在当下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希望这再回来的幸福 可以延续在这些出生者身上 让它们可以再回归社会 然后能够回报这些捐赠者 回报他们这些有用器官 能够继续地利用 人生的旅程上 因为奉献而更完美 希望这一段话能够跟大家做勉励 器官捐赠是一个善终的选择 它是一个选择 它没有对错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够了解器官捐赠 支持器官捐赠 我想要谢谢所有的捐赠者跟捐赠者家属 替我们完成这件大爱的心愿 那也希望社会大众可以给予器官捐赠 这个工作更多的肯定跟鼓励 谢谢 其实有一些事我们做了并不一定能尽如人意 但是如果我们不做 其实或许真的没办法获得我们期待当中的结果 如果每一个人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尽力去做也就够了 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在当下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 我觉得这个器官捐赠是爱的一个传承 那真的很有意义 也希望整个社会大众能够支持 我想跟捐赠者及捐赠者家属们说 亲爱的捐赠菩萨和家人们 或许不是我们在陪伴你们 而是你们真用你们的生命在教育着我们 感恩你们